打一些圖片 我今天打到這一個簡單的花樣 我們今天就打這一個花樣 點擊插入 點擊插入圖形文件 鍵盤S鍵 調整一下這個 我們可以用 按鼠標的來調整它 調整好 按回車鍵 按回車鍵 這個是起針點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這裡是結束點 我們放在這裡 然後調整好的 按鍵盤上的最後一個鍵 拍嗯 嗯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調整 按這個線就可以推出的 caption 然後我們放到來再調整一下 這裡好像還差一點 按鍵盤這個鍵 然後我們打這一個嘛 然後我們這幾個全部都可以複製出來 選擇它 然後按Cancel加C 複製然後 然後再選擇 三天 移過來 然後我們點擊這個 點擊這個選擇對象點在中間 就可以顯轉 移過來 把這個位置對一下 先抓 我們可以現在可以用 用鍵盤上下左右這個移動 移動好了 然後點擊桌面其他位置 你看大家看 現在已經兩邊好了 我們再來複製多這一邊 選擇對象 複製 複製 穿貼 移來這邊 點擊對象中間 你先抓 嗯 先抓 嗯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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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貼一個 然後再貼一個 先找 移動 再貼一個 點進中間形狀 現在就可以了 讓我們來調一下這個 它的它測出的順序 點進它的輪廓 把這個起伸點放到這裡 起伸點放到這裡 現在我們可以按鍵盤 這個S鍵 可以把這個隱藏起來吧 你看S鍵 它就不見了 然後再按一下它就顯示了 然後我們可以按鍵盤D鍵 鍵盤D鍵 鍵盤D鍵 鍵盤D鍵按下C 它的圖片就隱藏了 然後再按一下D鍵 圖片就顯示起來了 現在我們繼續打中間那一邊 他下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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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了 我看了很多人 象 detection 胡 camera 左鍵 右鍵 路鍵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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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鍵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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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鍵 右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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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鍵左鍵左鍵 然後放小一點放小一點 這個時候這兩個是一樣 這兩個花小花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佈置過去 我們用選擇對象 把它選起來 把它選起來 它就選這幾了 這時候我們按 點擊編輯 然後複製 然後再點擊編輯 參加 然後把它移過來 然後對一下位置 我們點中間 先轉 對一下位置 先轉 現在位置 位置基本對 好了 我們調一下這個 它的起身點 我們走一下看看它 它怎麼走 這時候 這時候我們調整一下它的刺繡順序 首先 把它剪接 接 整體上 整體上 整體這個 整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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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現在的順序就很順了 我們來走一下 上次寫過來 蘋果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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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下RX鍵 跳過來 我們縮小看一下 已經搞了兩個 我們繼續打這一條三次秀 選擇平這三次秀 左鍵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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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鍵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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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起了,滑球劍 按編輯 膚子 粘貼 把它移過來 擴大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 對一下它位置 現在位置基本配得上 嗯,縮小 我來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這個整體 它左邊這邊的花樣 這邊的這邊的花形 跟右邊這邊的基本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邊 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我們選擇 點擊多邊形選項 拋起來 回測鍵 然後 點擊 複製 然後我們 點擊編輯 這個變化 然後選擇 鏡像 在中間這邊打一條 打一條 很 很 直線 看 它就過來了 大家看這件事 方便得多 不過它的聲音 就要調一下 我們把這個聲音 調一下 一個對象 一個對象 一個對象的走 嗯 然後這裡還要打一條 三星秀品針 我們把它打過來 左鍵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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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鍵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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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 用多邊形選擇 把這個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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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鍵 左鍵 右鍵 左鍵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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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被这条线盖过的它就会被选择 我们按回去看 那这里就选择起来了 我们点击编辑 点击 我们再粘贴 大家看 现在轮到这个 再点击主标左键 左边形显示 左边形显示 再点击左边形显示 右键 直线选择 再打一张 先把它们都 右键 简介 暂停 鼠标左键 点击左边形显示 再点击左边形显示 右键 简介 简介 暂停 放大栏 调一下 我们再来走一下 这个顺序 走 走 过来了 看一下它这里的 走法 它是先 先打左边这一个 再来调一下 把这个的简介起来 先秀 还是这样调一下 再走一下 把这个结束点放在这里 比较近一点 这里 平跟这里 这里的 这里的结束点 要把它换过来 放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起始点 放到这边 结束点放这边 它 顺序就好一点 然后来调这个的顺序 切 切 撐切 铅切 撐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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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繼續走 把結束點放到這裡來 現在選擇這個平衡針 把那個開始點移過來 結束點放到這邊 其實點放到這邊 回色線 你看 套針就沒了 這個放到 現在這個剪接上去 剪接上去 剪接上去 偷偷 修改一下結束點 剪接上去 最後把這個平衡針 也是 改一下 現在的訊息大家看 我們把它可以移一下 大家看 圖片和這個 花樣簡直是一模一樣 這一刻就是教大家 打這些實力花樣 這一個是一個很小的 花樣很簡單的 是 是